台湾知名社会运动家陈明忠 21号清晨去世 享年90岁 台湾统派团体当天联合发布新闻稿 称陈明忠1929年出生于台湾高雄港山的地主家庭 经历了日据时期 又看到家里电农对地主的唯唯诺诺 萌生了反殖民反封建的思想 他用一生的实践反省和思辨 探索中华民族和平统一的未来 和人类解放的道路 陈明忠在台湾戒严时期两度被捕入狱 是台湾最后一个政治死刑犯 坐牢时间达21年 于1987年因病保外就医 出狱后他为对抗台独势力 先后发起成立了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 中国统一联盟 下朝联合会 劳动党等同左派组织 陈明忠生前积极推动两岸和平统一 反对台独 2005年2月27号 他受邀至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表演讲 除了再次否定228的台独起源论 也希望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前往大陆 与大陆领导人进行历史性大和解 结束两岸内战状态 演讲结束后 陈明忠将一把象征两岸和解的和解之乐 交给连战 连战当场指定副主席江炳坤率团登陆 两个月后连战首次访问大陆成为永远铭记史册的破冰之旅 陈明忠在上海出席活动时曾说 这辈子做了21年劳 但并不后悔 因为看到中国强大 他中学时感到的民族屈辱已经得到洗刷 他提到还有一点小小的遗憾 就是有生之年也许看不到两岸统一 但他相信两岸统一的大势是挡不住的